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今天外面在下雨,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就来把我这两盆杜鹃花给换一下盆 我种杜鹃花的话今年已经是第三年 前两年的都没有过,夏天就死掉了 今年本来还好好的 结果可能是历秋以前那几天温度特别高 然后这个叶子的话就大部分的干枯掉落 我一气之下就把他们的叶子全部给剪掉了 然后现在就变成了棺杆子 这颗的话暂时没有看见发新的芽出来 这颗还稍微好一点点 有一些非常小的小芽在长出来了 趁着天气凉快了来给他们补救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救的回来 反正我种花就是瞎折腾的 我感觉这盆可能还能活 这盆不知道能不能活 拿了把菜动 先把这个盆 这怎么拖出来 这段时间一直都是雨 盆土很湿 这颗拖出来之后 没有看到白根 根细长得一点都不好 拿一把给它动个小手术 把这个老的根细给它切掉一部分 我这个杜鹃花买回来的时候 我没有给它这样子处理 直接就把买回来的土球给它种到盆里了 还是有活的根 这种白白的根 它就是活的 应该还有的就 把这四周的老根 土球都给它削掉 削到这个白根露出来 差不多了 再把它断回去 我看网上是这么操作的 不知道能不能养活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样子可以长出新的根 长到这外面的土壤里面 要不然它以前是一个土球 这个根把这个土球抱得紧紧的 它就不往外长根 这样子切掉之后 让它的这些白根接触到外面的土壤 它的根就会长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呵呵 试试看吧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土里面有很多根 还是相信 原来这个土给它撞上 把这个根绪给剪出来 这个土还是比较疏松的 这样子冻了它的根之后 暂时就给它加肥 还是用这个圆盆圆土 给它撞上 看看能不能活过来 这盘换完了 这盘再来 哎呦 吓我一跳 这盘也是一样的 根系长得一点都不好 还是原来那个小土球 一点都没有长出 什么新的根系啊 一直切到看见白根 这颗的根系还不如那颗呢 这颗的根系还不如那颗呢 我的花全部都快被浇死了 已经没剩几盆了 虽然这个土很湿 但是刚刚换了盆 还是给它浇一点水 打算把那两颗 杜鹃花放到 这个屋檐下的花架上来 把这两盆吊篮放出去 现在天气也不热了 这个吊篮放在室外也没有问题 给杜鹃花让盘 给它们特殊造物 我有点想把那个草莓叶给放上去 我没我之前一直放在这个门口的 暂时就放它们在屋檐底下还苗 等它们长出新的叶子来 再把它放到露天去 这是之前买的四个品种的草莓 这是我又增加的一盘草莓 这个是白雪公主 好瘦肉啊这颗苗 今天刚刚到的 好了这期的分享就是这样咯 我是封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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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